总统宣布改组内阁,提名前首尔大学校长、经济学者郑云灿为新任国务总理,并更换了法务部部长的。 前首尔大学校长郑云灿被提名为唐国新任国务总理,被提名为法务部部长和国防部部长的人选,分别是前法务部副部长李贵南和前联合参谋会议议长金泰英。 被提名为知识经济部部长、劳动部部长和特任部长的,分别是大国家党议员崔炯、任泰西和朱豪英,共有三名政界人士进入内阁,被提名为语姓部部长的是首尔大学教授白喜英。 经此次改组,国务委员的平均年龄由62.4岁降至59岁。 这日自去年2月,李明博就任总统以来最大幅度的一次内阁改组,也是首次更换国务总理。 但与青马台官员不同,内阁长官的提名需要经过国会的批准。 今天凌晨,美国总统奥巴马为祝贺日本民主党在众议院选举中获胜,给日本民主党代表纠山尤继夫打电话,双方交谈了大约10分钟。 纠山尤继夫向美国传达了重视日美同盟的态度,而此前纠山曾在竞选过程中释放出意图改变日美关系的信号,引起美国的关注。 一些分析师解读纠山如今的表态是就日美关系采取的灭火行动。 据NHK报道,当地时间3号凌晨,即将在日本上台执政的民主党代表纠山尤继夫接到了美国总统奥巴马的祝贺电话。 纠山告诉奥巴马,他希望建立建设性的朝向未来的日美关系。 当被问及民主党主导组建的新内阁是否会维持日美同盟关系,纠山回答说,当然了。 3号,日本民主党代表周山尤继夫与美国驻日大使约瑟夫奈在民主党总部举行了约40分钟的会谈。 日本民主党在其竞选纲领中提出要建立对等的日美关系。 一些美国分析师认为,周山上台之后,日本可能告别美国。 但也有国际观察家指出,日美军事同盟关系不会因日本民主党上台而瓦解。 尽管未来日美同盟关系可能会出现各种摩擦,但依然会在协调的基础上加以弥补。 在众议院选取中获胜之后,日本民主党的一些议员呼吁与美国重谈冲绳驻军问题, 竟然把美军逐出日本,对于重谈,美军断然拒绝。 据HK的报道,美国国务院负责日本事务的凯文梅尔说, 在日美军的重新整变是国家间达成的协议,不是与自民党的协议, 希望新政权能够继续遵守此前的协议。 美国政府负责对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表示, 日本新政权的启动需要几个月的时间。